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联合早报综合报道 新疆乌鲁木齐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慈荣 今天在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新评估已经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目标 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 乌鲁木齐市仍有一定数量的高风险区 而且近两日每日新增阳性感染者 仍在100例左右波动 疫情传播风险依然存在 防控成果还需要持续巩固 在乌鲁木齐宣布达成社会面基本清零目标之前 当地刚刚在24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24号晚间 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一起住宅大火 并且传出因为社区过度防疫阻碍救灾 造成至少有10人降生火箍 后续网络上传出 实际的死亡人数更多 至少有44人 现居华盛顿的维吾尔族学者 维吾尔时报创办人一鸣指出 火灾发生区域是维吾尔族人密集的住宅区 同时也是防疫风控最严密的区域 他透露 这些火灾发生当下 相关人员还在周边进行病毒检测 导致火灾持续蔓延 拖延旧火 白白地浪费两个小时宝贵时间 进而导致维族民众丧生 大火事件之后 当地爆发多起抗议 甚至传出抗议人群包围政府大楼的画面 虽然相关影片不断被删除与过滤 但是网友仍然持续转传 表达对当局的不满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近期持续肆虐 中国国务院日前虽然是公布了优化防疫20条 多个地方政府却仍无视新指示 持续扩大管控措施 欧罗莫齐天山区吉祥院小区的住宅大楼 24号晚间发生大火 据指当时的火事浓烟蔓延了至少7层楼 造成10人死亡 后续有网友则发文指出 有当地的值班医生称 实际的死亡人数是44人 对此其他网友指出 被烧黑的房间就有18间 每间一个人都不只有10个人 根据BBC中文网报道 由于乌鲁莫齐自8月10号以来 多数地区都因为疫情持续的被封锁中 许多网友质疑 风控是否阻碍了救援 并且对此表达愤怒与不满 网络上也流传 有消防车疑似因为没有办法靠近火场 只能够远全喷水 还有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似乎在紧急地拆围墙与路障 有当地居民也证实这些影片的真实性 报道指出 截至昨天下午 与该起火灾有关的话题 在中国网络上引发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在网络上越览超过了8亿次 不少人要求当局公开事故高楼的居民 是否能够逃离 但官方始终不愿正视本次事件 乌鲁木齐消防救援支队长李文胜 25号晚间在记者会中还称 部分居民的自防自救能力弱 此番检讨受害者无视当局防疫 酿成悲剧的现实的发言 再度触怒民众 接着美国之音等等媒体便报道指出 当地陆续传出群众上街抗议要求解封 网友陆续在社群分享越来越多民众上街的画面 甚至传出有民众聚集在政府大楼外 要求乌鲁木齐停止封城 网络一度谣传该处说乌鲁木齐市政府 不过后续也有网友引述当地民众 指出该地并非市政府 而是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实施部 据指相关影片虽然被删除 但是仍然有网友持续将备份的内容上传 也有网友分享 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马志军出面与民众对话 民众激动抱怨不断地遭封控 追问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马志军 何时才会解封 而不清楚的是 如今乌鲁木齐宣布达成清零目标 是否与民众抗议有关 朝鲜半岛局势近来不断升级 朝鲜今年试射弹道飞弹次数前所未进 美国多个月以来表示 朝鲜可能随时会进行核试报 而这将是朝鲜自2017年以来首次的核试 美国先前敦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以致要求朝鲜为试射飞弹负责 并且指控中国与俄罗斯阻止安理会的行动 使得平壤当局更加大胆 而朝中社在24号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包美金宇正 谴责韩国在朝鲜多次试射飞弹之后 推动对平壤当局实施更多制裁 他说这类的措施将会加剧朝鲜的敌意与怒火 金宇正在声明中放话 称韩国如果认为可以透过制裁 摆脱目前的危险局势一定是白痴 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和平舒服的过日子 他再次警告 这些厚颜无耻与愚蠢的人 美国和韩国走狗对朝鲜的极端制裁和压力 将会加剧朝鲜的敌意与怒火 而在金宇正放话之后 朝中社今天报道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强调中国愿意与朝鲜共同为区域及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努力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 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朝鲜进来试涉飞弹一事 因为疫情导致的供应链危机才稍微缓解 全球又在通膨压力下引发另外一场薪资抗争 罢工示威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继韩国卡车斯基 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放话将在黑五罢工之后 美国铁路工会也表示将在下个月9号起发动罢工行动 CNN报道 安德森经济集团表示 全美铁路罢工首当其冲的 就是原本供应链就很脆弱的部分关键零件输送 由于交付延迟势必会影响到生产 安德森预估 全美铁路罢工只需要短短一周 经济损失就会达到10亿美元 巴龙周刊先前报道 美国有将近先程的货物都是靠铁路运送的 而且运输品相繁多 从化学品到家禽等等 高德纳供应链研究主管 麦克尔多米诺估计 将以粮食业供应重创最为严重 而且油价也会受到冲击 因为美国汽油需要混合乙醇 而美国生产的乙醇高达七成 是利用铁路从中西部运往东西岸 要是铁路罢工持续 每家轮汽油价格恐怕会跳涨 0.35到0.75每分 安德森经济集团强调 罢工行动拖得越久 美国的经济损失就会越大 加上一些有时效性的农产品 与食物延迟送达的损失 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恐怕会非常可观 与罢工活动不利美国通膨缓解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政府已经介入铁路劳资谈判 然而目前铁路工会已经否决 跟各铁路公司所达成的暂时性协议 这意味着双方必须要在12月9号之前 达成新的劳资合约协议 否则外界就要共同的承担 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 本月22号香港苹果日报 六名高层坦诚勾结外国与性外势力 并触犯国安法 而这起事件并非是反送中延伸的最后一期诉讼 自由时报报道 香港已经停止运作的612人道支援基金 五名信托人和基金秘书 被指控没有在指明实现之内 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 违反了社团条例 香港西九龙法院在25号裁令最成 除以每个人罚款港币4000元或以下 南华早报报道 本案可能是6名被告更多法律诉讼的前奏 因为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正在持续调查 6个人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 本案中的6名被告包括了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修主教陈日军书记 前立法会会议员吴瓦怡以及何秀兰 歌手何韵诗 里南大学前副教授徐宝强 基金秘书施承威 法官裁定陈日军吴瓦怡何秀兰 何韵诗以及徐宝强各罚款4000元港币 施承威罚款2500元港币 反送中受害被捕者人道支援基金 在2019年6月15号成立 同年的7月6号 歌名为612基金 曾经筹款聘请律师 协助反送中运动抗争者打官司 资助名证616游行音响设备 补贴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出国游说等等 港幅指控 6名被告在2019年7月到2021年10月期间 在香港作为612基金本地社团干事 没有为基金注册 裁办官表示 根据612基金信托契约 宗旨有政治目的并非豁免注册组织 而且该组织曾经举办公众募款 涉及超过4亿多元的交易 并且设有网站电邮等等 需要受到社团条例的监管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吴尔仪表示 本案是香港首起涉及社团条例注册申请案件 判决结果关乎社会上其他人和团体组织的待遇与处境 对于港人结设自由非常的重要 会在研究判册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陈日君则表示 自己虽然是宗教人士 但是本案与宗教自由无关 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强调他宗教人士的身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25号表示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两天之后 仍然有超过600万户的家庭没有电力供应 乌克兰首都基辅近半数居民家庭断电 联合国人权高专板称 俄罗斯的袭击使得数百万人陷入极端的困境 法广综合报导 23号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的轰炸 造成将近1200万户家庭断电 直到25号 乌克兰仍然有超过600万家庭断电 乌克兰国家电网运营商负责人表示 维修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电网在最近的袭击之后 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 另外根据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 周五在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议召开前夕举行记者会 他说 俄罗斯导弹袭击正夺取乌克兰人的温暖 对乌克兰而言 入东来得太可怕 而欧洲也正在遭遇能源危机和物价上涨 大家都在付出代价 而在乌克兰为电网问题交头烂而时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福利 11月25号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外交部长库列巴 以确保在冬季来临之际追加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 克莱福利宣布 英国将会向乌克兰追加300万英镑用于基础设施重建 500万英镑用于协助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此外 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当天则是宣布 为了应对乌克兰国内出现的大面积停电状况 法国方面支援的100台大功率发电机 已经在送往乌克兰的路上 而针对近日俄乌战争的状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沃尔·克特克中吴表示 自10月份以来 俄罗斯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 导致至少77名平民丧生 并且使得数百万人陷入极端的困境 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些袭击使数百万人陷入极端困境 以及骇人听闻的生活条件 他说 总的来说 这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下 引发了严重的问题 需要每个被攻击的目标 都具有具体和直接的军事优势 在同一份声明中 联合国对显示乌克兰士兵 处决俄罗斯战斧影片的初步分析则表明 这些影片极有可能是真实的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